杜达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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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目张大的分裂行为 忍不可忍 发动了第一次车臣战争 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 俄军终于攻陷了车臣首辅 俄罗兹里 将杜达耶夫赶到了南部山区 此后 俄罗斯多次对杜达耶夫 实施了所谓的斩首行动 但深安苏联暗杀之道的杜达耶夫 却每每能成功化解危机 屡次死里逃生 不过 在1996年4月 22日的一个凌晨 杜达耶夫却因为一通卫星电话 被俄罗斯的情报部门锁定了位置 俄罗斯情报部门用两枚反复射导弹 将它成功击毙 其实 杜达耶夫曾经长时间在苏军中服役 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一个战斗英雄 在苏军中声名显赫 战功卓著 成为了车臣人民当中的第一个将军 这让杜达耶夫在车臣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一度成为车臣人的骄傲 那么 杜达耶夫在苏军中的成长历程是怎样的 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苏联英雄的呢 叶利钦就照杜达耶夫原名贾哈尔杜纪穆希 1944年出生于车臣共和国的一个穆斯林家庭 也就在这一年 苏联政府以车臣人在二战时期和德国人勾结为由 撤销了车臣共和国 将近五十万车臣人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 刚刚出生的杜达耶夫也随着家人一起来到了偏远的流放地 在这个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地方 杜达耶夫的父母摇紧牙关 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为此杜达耶夫的父亲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此时杜达耶夫才刚刚五岁 直到1957年 苏联人才允许被流放的车臣民众 回到自己阔别十多年的家乡 但许多人已克死一乡 只能魂归故隶了 幸运的是 13岁的杜达耶夫捡回了一条命 重返车臣 少年时期的杜达耶夫虽然身体雷弱 但却一呼寻常地争强好胜 特别崇拜铁血军人 希望有朝一日能驰骋疆僵场 建功立业 中学毕业后 杜达耶夫一无反顾地 报考了坦波夫航空学校 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1967年 23岁的杜达耶夫 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26岁时成为一名团长 晋升空军少校 1971年 杜达耶夫再次获得进修的机会 他被保送到 素有空军指挥员摇兰的苏联加加林空军学院深造 经过两年的艰苦训练和学习 杜达耶夫的飞行技能和指挥才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各项成绩均名列同期学员前茅 尽管杜达耶夫成绩优异 但在他避计后 并没有被苏联空军重用 而是被分到了偏远的重型轰炸航空兵 第1225团 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期的流放地 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车臣战争不过 才度过了几年郁闷的时光之后 机会不期而至 1979年圣诞节之际 苏联集结十万兵力 入侵了阿富汗 杜达耶夫主动请领 投身阿富汗战场 驾驶战机为苏联而战 成为了轰炸机师的参谋长 在此期间 杜达耶夫的军律生涯进入了黄金期 他不但英勇善战 战功卓主 而且治军严谨 也遇官兵 在军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和业绩 1987年 杜达耶夫晋升为重型轰炸航空兵 第320六师师长 亲自驾驶徒22轰炸机 对阿富汗地区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 杜达耶夫实际上是一位 逊尼派穆斯林 但是 当杜达耶夫面对阿富汗的穆斯林和平民时 也会毫不犹豫地将炸弹倾泻而下 而且杜达耶夫还凭借着他对穆斯林的轰炸而一路高盛 他先后12次获得苏联政府的嘉奖 被授予红旗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 1989年 杜达耶夫担任爱沙尼亚驻军司令 晋升少将军衔 同时也成为了车臣历史上的第一个将军 此时的杜达耶夫才仅仅45岁 如果杜达耶夫沿着这条光明大道走下去 即便他是车臣人 也一定会实现儿时的梦想 成为一位雄才大略 勇猛兼备的将军 继续在战场上书写自己的辉煌人生 在苏联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是也许是儿时的记忆太过刻骨铭心 也许是车臣人骨子里天生具有的反叛精神 杜达耶夫最终选择了和苏联分道扬镳 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独立之路 当然杜达耶夫的这个选择 也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参考资料 车臣战争计时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